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負資產倍升已經不是新聞 去年第四季 香港加起來的負資產 達到25,000宗 是近20年來的新高 不過有一個數字都挺驚人 這兩年的樓價跌 其實是沒有了多少錢 私樓市值蒸發了26,600億 是26,600億 這個數字對我來說 當然是完全沒有概念 但如果是每名業主 每一個業主 是沒有了210萬 有沒有你的份呢? 回去再說 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 Netflix 用了NOT 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 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 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NOT VPN 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 或者買東西 用了NOT VPN 你身處何地 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NOT VPN 是一個戶口 可以有六個設備 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 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近來看這個地產新聞 不停地說虧樣盤 有些拿了很長的時間 本來應該很低賣 也一樣是要虧樣的 剛剛講的那條影片 就是大陸的新移民 1400多萬買 現在已經虧了200多萬 短短一年時間左右 200多萬不是太容易賺的 大家都知道 一個月幾萬元 薪水怎麼來200多萬呢 這個富資産的數字 是20年的新高 25000宗 如果樓價繼續跌 現在看來 跌勢是沒有停的 接下來這一季 可能已經上到3萬 雖然說 最高的紀錄 就是沙斯的期間 十萬宗的負資產 有一段時間還未到 如果繼續跌下去 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到這個水平 現在的說法 雖然是負資產 都不會找到 因為銀行找到很煩的 可能是得不償失的 也都對它的商量有影響 哪有人敢向你借錢 你動點就找到 但是你沒有辦法 如果一路跌下去的話 現在就跌了兩成幾三成 一路跌下去 很難不找到 這個情況 是遲早就會出現的 大家看到 2003年的時候 有很多人 因為還不起錢 出了事 我真的 千萬不要在香港重現 不過有些事情 有很多聽眾 有些小粉紅 五毛就說 你不要繼續說樓價跌 很多香港人會不開心 這個說法也很好笑 樓價跌不是我說的 是客觀存在樓價跌 我只不過是分析樓價跌 對香港的影響是怎樣 你說 你不要分析 不要令到人不開心 少了我的聲音 就等於令到人更開心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也願意做 不過問題就是 少了我的聲音 樓價不會升 那些人一樣是不開心的 只要經濟是不行的話 我講不講呢 都不會令到人開心 還是不開心 其實我只不過是 客觀的一個事實的陳述 或者是一個事實的評論 來的 金管局宣佈去年的第三季 就是11,123宗 到第四季加起來 就是25,163宗 涉及的金額是1,313億 按季大升是1.25倍 因為2021年的高位 已經跌了20% 如果你是做八成 做九成的按揭 已經是負資產 如果跌30%的話 做七成按揭 一樣是負資產 現在這個數字 是負資產的數目 一直都會上升 因為現在 暫時來說 看不到有任何的 舊市的良方 很多人說 減辣 或者是完全 不是減辣 就是燒除 這個辣椒 是所有的業主 所有的買家 的共同願望 對香港人的共同願望 其實這個說法 是對的 共同願望 是對的 是真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減辣之後 永遠都是說過時機 當樓價是掉頭 跌幅未止的時候 你用藥 減辣 本來減辣 可能會是一個 或者是 取消這個辣椒 本來是一劑猛藥 可以救回樓市 但是現在這樣跌的話 那劑猛藥的效用 都越來越小 你看得到 上次的財政因素案 也有減辣 但是減辣之後 留監 一樣是掉頭跌 現在可行的地方 暫時來說 所謂拖欠還款的率 都很低 真的很低 0.03% 那為什麼才會封辣 我也說過不止一次 你還不起錢 沒有按月供樓 會封辣 你違反規定 去把房子租出去 會封辣 你將層樓移按 都有機會會封辣 為什麼會移按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做生意 全部資金的周轉 如果你不夠 你沒有辦法 用行業計劃去銀行 封辣錢 你只能夠用層樓去按 去銀行借錢 對於很多做生意的人來說 如果層樓買了之後 跌到負資產 你又想用層樓去按 去借錢做資金周轉 你就千萬要小心 因為你沒有經過銀行的同意 沒有經過按揭保險的同意 而去做議案 你隨時會被封辣 這幾樣的情況下 會被封辣 所以大家千萬要小心 好了 兩年來跌了 多少呢 20% 30% 有個地產代理的報告 指 市值已經蒸發了26,600億港元 平均每個業主是沒有了210萬 沒有了210萬 OK 這也是一個很可怕的 2021年9月的時候 最高峰 市值是12萬 1400億港元 增發了26,600億 平均的業主是沒有了210萬 這也是一個和歷史高位的時候 跌了這麼多 如果是平均的赤價 平均的赤價就是跌到12,000多 和歷史新高16,000多的比較 兩年半跌了24% 跌幅是超過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跌了18% 這就是所謂的財富效應 為何香港人要北上消費 為何要省少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好了 這個情況是可能每一個人 譬如你是業主 都會感受得到 沒有了200多萬 每一個業表沒有了200多萬 對於很多人來說 我住的 我又不是賣 我又不是炒 我怕你什麼 始終有一天會上升 那麼 樓價跌 股票跌 是反映到香港經濟的情況 是不行的 我也強調 就是香港經濟情況不行 就不是你每一個人可以獨善其身的 你有買樓 沒有買樓 你有買股票 沒有買股票都會受到影響 因為你的工作未必是很穩陣 未必是不能住的 一旦你買了樓 你正在供樓 你家公司不行 要結業的話 你可能供樓的錢就會斷了 一斷了 你就有機會被召喚 這是永遠存在的危機 大家要居安施危 究竟你有沒有谷種呢 譬如你的身家 可不可以 你沒有了份量之後 都可以維持到 一年的時間可以繼續供樓 或者大半年的時間可以供樓 讓你找到另一份工可以供樓 你自己要計算 要盤算 對吧 所以 你說 這個負資產的情況 只要會增加 短期內 不會減少負資產 因為樓價的跌勢 還未停下來 而且更重要的情況 就是特區政府 沒有任何的方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即是不同大陸 大陸可以暴力救市 可以不給樓價跌 香港是不行的 暫時來說是不行的 如果敢這樣做的話 香港就整個倒閉了 大家知道經濟危機 香港玩完 包括羅奇 本來是中港的經濟大好友 本來是摩根斯丹利亞大區的主席 就說香港為什麼會玩完 就說三個因素 一個本地的因素 政治的因素主要 一國兩制已經改善越來越模糊 因為宇宙大法 二十三條之後 然後一個就是中國大陸的因素 因為中國大陸不行 沒有辦法放水來救香港 第三個因素就是中美關係的因素 所以這些全部一環扣一環 財政預算案月底公佈 究竟陳茂波有沒有任何良方妙弱 可以解決香港的財赤問題 有些經濟學家已經說了 他沒有 他沒有這個魄力 沒有這個魄力 他不敢加稅 因為加稅對香港經濟可能更嚴重 他也不會增加開支 因為沒有錢去增加開支 唯一的做法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 當經濟不好的時候 用增加公共開支的方法來刺激經濟 最典型的說法就是 挖個洞 要給錢去挖 公共開支 找人填回它 又再給錢去填回它 那就會增加了GDP 增加了就業機會 這是一個舉例 只是一個比喻 OK 但是 有些經濟學者預測 陳茂波去解決財赤的問題 只要一招 就是發債 就是 借錢當收入 這個 那個泥足就越來越深陷了 你怎樣解決 香港財赤問題 原來就是找人借錢 借錢是要還的 要還本金 要還美息 那麼究竟 他這樣搞法 他這樣借錢 會不會令到特區政府 這個債券 那個 信譽 會越來越差 而最後 落到沒有人買的景地 好了 剛才說羅奇 對於香港那個經濟的看法 Hong Kong is over 很痛心地說 香港就玩完了 他一個同事 一個前同事 也是摩根士丹利 被彭博 視為中國最精準的策略師 現在是師 去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他叫做熊浩 我覺得挺好的 他有分析 有網媒訪問他 他說羅奇的說法是未到肉 未到肉 他怎麼說呢 羅奇說 中國 今時今日的成就 就是入了世貿之後開始 美國打開了中國 這麼大的市場 就好像 日本戰後 日本戰後 重建 美國 某程度叫佔領了 美國幫日本復蘇 是很重要的 多謝美國 其實 中國現在這麼厲害 就要多謝美帝 其實 中國 是世界大工廠出口的地區 以美國為主 但是 現在 你知不知道有一個數字 美國 即是 入口中國的貨 已經越來越少了 不是最大的入口國 明顯減少 所以 香港作為中轉港 都會受到影響 然後 聯繫 又跟這個美元掛勾 另一方面 中國重要的融資市場 所以 現在 在香港 是很難搞的 很難做的 接著 內地經濟不用說 是吧 內房 地方債 結構性的轉變 那麼 大陸的經濟是很難用的 即是 再刺激經濟 因為那個效用越來越低 他就說 引擎已經夠了 有一次有不夠 那麼 高端的科技是怎樣的 高端的科技是可以的 這個是長遠的措施 比依賴房地產的 因為房地產很厲害 大佬 四分之一 但是 如果你熟悉 這個所謂 創新科技 高端科技的行業來說 要研發一件事 不是抄 要研發一件事 沒有五年十年時間 不行的 尤其創新科技那些 十個有八個是失敗的 有兩個成功 那兩個成功 就發大大了 那如果你無論是中國大陸也好 香港也好 希望那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是用來創新科技 高端科技的話 就要等了 等多久 等十年八年 很簡單 等十年八年 OK 另一方面就是 這個 香港 他說 他的說法就是 羅奇的說法 未到肉 在舊香港已經完結 舊香港已經完結 舊香港已經完結 香港不能夠再依賴金融和地產 要找新的出路 我同意 因為金融和地產是普利的 大家都知道 這個神話已經爆破了 買樓是不會跌的 是爆破了 最後這個股票也是會上升的 這是周期來的 可能也會爆破了 要另尋出路 就是搞創新科技 要配合中國大陸 搞創新科技 是香港的新出路 不過不是不行 現在 在這樣的地緣政治環境下 尤其是香港 尤其是大陸 他沒有 即 沒有什麼研發的 這個基本的 這個訓練 抄 抄 以為就可以搞定 是啊 抄得挺好的 甚至抄了之後 比別人更好 比別人更厲害 比別人更厲害 但是 無論如何都是抄 他沒有一些原創的 沒有originality 如果你真的要搞原創的話 就要低起心肝洗心甲煙去搞原創 如果不行的話 你繼續抄的話 你就永遠都是跟著尾巴走 但是要搞原創呢 是試錯試錯 trial and error trial and error 沒有十年八年 你出不了 大家就要問一個問題 這十年八年 吃西北方 出路在哪裡 所以 我講那麼多的原因就是 你香港很多的經濟學者 就是不是 史美倫 陳茂波 那些 林允強 不是吹 經濟的東西 不能吹 我經常都說 政治的東西可以亂吹 經濟的東西是講實質的數字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十年八年 香港的出路在哪裡 大陸的出路在哪裡 大家是不是在這裡坐以待斃呢 你經常都靠 我昨天都講過 靠中國大陸的經濟 是來救香港 這個想法已經錯了 不要靠了 但是我們的官員 我們的權貴 不停都是這樣說 我們背靠祖國 想窮都難 想創他的心 他時代已經轉了 他還用舊招 譬如我看到陳國基就說 短期內大陸的自由行 我們會開放更多的省市 跟他談 他慈身難保 你不要讓農曆新年假 有人去買LV 五萬元買手袋 就等於大陸人 現在很有錢 可以救到香港 這些是 只不過是 個別的案例 他們還是有些人有錢的 不過很多人有錢 為了安全 已經把錢丟掉去美國 丟掉去新加坡 是不是 所以背靠祖國 令到香港經濟可以繼續上去 這個神話 在今天不會用 爆了 大家唯有是自求多福 好 經歷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和深圳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過年吃好東西吃得太多 悶口味 因為想念香港的街頭小食 今天煮兩味 一味是什麼 厲害 就是臘腸糯米飯 應該研究來講 臘腸糯米飯 材料有 臘腸 這個就是在超級市場買的 叫做Maked Mushroom 很香的 是乾的 回來要泡一泡 當然有 糯米 又有蝦米 還有乾蔥頭 這次做這個臘味糯米飯 不是買過 這個在英國很多人都用 叫做Instant Pot 沒有收錢的 我覺得很過癮 這個東西 什麼都做得 煮粥也可以 煮飯也可以 蒸雞也可以 煮牛腩也可以 煮牛腩也可以 原來做辣味糯米飯 它也是很灑 很灑 這個Instant Pot 好玩的地方 你可以當一架 鍋去炒 你可以炒完一樣 然後就把剛才的材料 放進裡面 四分钟就可以了,很热的,就像一个锅 接着就放了糯米,然后就放生抽,老抽,煮水 将它拌匀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浸冬菇的水,这个是混合的 水就不要倒掉,这个很重要的 就留在这里,很快就完成了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蛋皮 放在糯米饭上面,这样就会漂亮很多 然后就放几粒葱,现在就煎了这个蛋皮 把它切成一条一条做法 吃下去就会特别有蛋香的味道 那种感觉是很好的 揭中了,看看行不行 好像可以这样 不过我试过才知道 好了,灵魂来了 蛋一条条这样,对吧 放在这里,不好意思啊,没有戴手套 然后呢,就做个饭下去 然后都搞定一条 塞住 означ 來 拿碟 你猜開什麼?開大還是開小? 開呀! 哇 慢慢地好樣 重點是這個 要一朵鮮花 這個其實是一個芫荽來的 是不是很漂亮? 蔥花 完成 這樣 我們現在在做一個比賽 看看誰的手勢比較好 我那個就不太好 這個就 無論如何你都不可以說他不太好 不然的話就會有嚴重的效果 好 來吧 怎麼樣? 開呀!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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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是最漂亮 人如其飯 一樣這麼漂亮 如果說香港的街頭小吃 有什麼好吃的 在街邊的碗仔翅 不是第一次做的 碗仔翅有什麼材料? 有雞絲 有雞絲 有冬菇絲 你看看 這麼厲害 有木耳絲 然後魚翅 當粉絲 粉絲當魚翅 當然可以加入雞絲 還可以加入雞絲 還可以加入雞絲 還沒做好 碗仔翅 先把材料炒一炒 炒香 有些蔥頭 再加一些 甘菇絲 再加一些木耳絲 炒香 味道會特別好 嘩! 你看看 嘩! 真是足料碗仔翅 起碼都五磅 一碗仔 可以嗎? 來看 來看 來介紹 碗仔翅有三寶 第一寶 麻油 這個很重要 香很多 然後第二寶 第二寶 當然是紅椒粉 還有第三寶 這個重點介紹 就是醋 很多人問 有沒有紅醋 這裡容易買到紅醋 就是要用中超才能買到 但是呢 我發現很多超級市場 都要用這種 意大利醋 哇! 這個真是寶利 吃碗仔翅後可以 做很多的 不同的菜 包括酸甜排骨 酸梅甲 都可以用這種意大利醋 很棒 好了 製成品來了 嘩! 竹料到 真的 剛才說少了價錢 五磅 十磅 就差不多 真的 還有呢 除了加調味料之外 還有重點 嘩! 你看看 這樣是不是漂亮很多 嘩! 看一下 嘩! 嘩! 你看看 賣相是不是 很棒 太美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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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你看看 這次 是 看 好看 看 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